文化部的廖專偉 我想先請文化部的廖專偉 來請文化部的廖專偉 請 專偉好 專偉 你有沒有買過演唱會的門票 不好意思沒有 沒有 你不看演唱會的 現在疫情開始趨緩 很多歌手的演唱會其實一場一場開 所以蔡依林啊 Blackpink啊這些演唱會 接下來都會來台灣 那一般人的買票其實就有時候就要搶票 不太容易 但專偉知不知道我們的聲障者 是要用什麼方式來購票 這個問題我知道委員關切的 其實是有關聲音障礙者 他們在線上做藝文活動的購票的流程 怎麼樣對他們更友善 所以我說你知不知道他們現在用什麼方式購票 他們現在用傳真嘛 現在還必須用傳真嘛 那其實現在已經這個2022年了 那我們的聲障者居然他要看演唱會 還只能用傳真來購票 專偉你家有傳真機嗎 現在沒有耶 那一般的人來說他付款其實他都可以用網路來完成 可是其實現在已經越來越少來有傳真機了 但是對聲障者居然還是要突破重重的關卡 如果他家沒有一台傳真機 他要先跑到超商 跑到超商以後 然後開始傳真 那如果有時候傳真失效 還要從頭再排 還要一連串的這些事情 專給看一下我們第二張簡報 第二張 第二張 下一張 這個 我們如果來看的話 如果 以這個 前面一張 對不起 好 這個 Super Junior的一場演唱會來看的話 一般民眾的購票只要幾秒鐘 他就可以知道我們買票 但是 使用傳真的聲障者 他要確認成功要多久時間 專家你知道嗎 不曉得 要三天 是 三天才能夠被簡訊通知到有沒有成功 然後再來是付款 那很多演唱會幾乎都是搶票 當下成功就會知道用信用卡付款 但是聲障者需要轉帳 那如果他們沒有網銀的APP 或者是這個網銀的APP 沒有視障者可以用的 他們要跑郵局 跑超商 莊惟你覺得 這樣子的系統 對他們公平嗎 是相對於一般的民眾 他是比較沒有這麼便利的 那莊惟那我想問 我們現在文化部有建置一個身心障礙 藝文活動購票身份認證平台 是 來給票券的售票業者 來優化身上者購票的 的這個程序 那最高有30萬的補助 那莊惟現在我們有34間業者裡面 你知不知道有幾間 有申請 就我了解目前應該是有7間來申請 7間 那莊惟你覺得7間夠嗎 呃 還有努力的空間確實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34間裡面只有7間 所以等於大在只有五分之一的機會 他們的購票有辦法有這個優化流程的過程 剩下的五分之四 他們還一樣要用傳真啊 是其實部裡面 呃在9月的時候也有跟 業者來做這個線上說明會 來鼓勵這個業者 來提出申請啊 那我想 呃使用者一直有提出這樣的需求 聲音障礙者這樣的需求 我們也會轉告給這個業者 持續的來 呃鼓勵他們來申請這樣子的補助 那個莊惟我認為文化部是不是在 在推這件事情上是不是力道不足啊 這個是民眾的基本的 娛樂上面的需求 這不是一個很奢侈的需求 但今天如果業者都不去申請 那就等於我們有一大堆120萬的 我們有很多伸仗者 他就還是要用這種傳真的 這麼古老的方式 我認為那個文化部 是不是應該加大力道來推動 讓而且你們是拿出錢耶 你們是拿出30萬的補助耶 是不是應該來推動 讓這些業者 該加入申請的 該優化程序的 就該優化 真的不應該再讓我們的伸仗者 是用這種方式了吧 可以嗎 是這個意見我們會再 這個可以請你帶回部裡好不好 是謝謝委員 好 那接下來我想請那個薛部長 好 部長請 委員好 部長 部長今天我們是第一次跟部長討論 這伸仗者權利的問題 那我想其實這兩三年的疫情 不只一般很大的衝擊 其實對伸仗者的衝擊其實是更大的 是 那雖然疫情已經趨緩了 但是現在每天還有一萬多人確診 部長那我想問部長 你知不知道我們這個身心障礙族群的COVID-19 應應指引 什麼時候會完成 應應指引指的是 指的是後 這一個 後疫情的時候嗎 疫情的時候的 疫情的時候 這個應該是 部長你問的好 你問的好 你問我說 這是後疫情還是疫情 部長 這是真的疫情的 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完成 對沒有一套說 它叫做身心障礙族群的 這一份文件是現在衛福部正在訂定的文件 是 我聽說 年底才會完成 我要知道我們會把後疫情的部分的話 把它考慮進去 真的會考慮 我真的 不然我必須說 我從兩年前開始質詢這個問題 你們當時就跟我說 會訂定這一份文件 一直到現在 疫情都要過了 指揮中心都要宣布 我們可以不戴口罩了 居然身心障礙族群的COVID-19 應應指引還沒完成 可能我們的速度太慢了 這我必須要承認 不然我說實話 這個不是我這個今年才講 或幾個月前才講 而是兩年前我就在講這件事情了 很多的身上者在這疫情過程裡面 他出現很多新的 不方便的地方 都需要來改變 比方說 從之前 確診通報上面的不方便 到很多聽障者 會接到所謂關懷電話 他關懷的方式還是用關懷電話的方式 這今年八月改善了 但到現在為止 有很多網路手機版的頁面 或者APP我們的處理 其實都還非常不利於障礙者的使用 結果 我們其實一直希望 有一套系統性的 應應指引 來跟各個環節 大家知道該怎麼去應對 讓身上者更便利 但到現在為止 居然還沒定出來 不然我說實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離譜的 OK 這我了解 就像你剛才聽到說 你會問 這是針對疫情的 還是針對後疫情的 照理來說 我們都以為針對後疫情了 對不對 但這是針對疫情的 所以我這部分 我真的是想要麻煩部長 就是說 我們再看一下這次的 生權法的法案裡面 其實也看到一個狀況 第一個它漏掉了手機版網站 跟大家普遍使用的APP 所以我們必須說 我還是會 我會來針對生上者的 生上團體的需求 來提出一個修正動議 希望來修正這個 申選法52-2條 那我們很希望能夠來要求 各級政府附屬機關 還有學校建制的網站 還有相關使用的 行動化的應用軟體 應該都要通過這個第一級 第一優先等級以上的 無障礙檢測 而且應該取得認證標章 部長你覺得這個訴求合理嗎 這基本上應該是合理 如果是對外的 可以讓這些身心障礙者 來使用的 那能夠完成這個認證標章 是當然是最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的資訊 其實不是指來自於電腦 而是很多是來自手機 可是如果在手機上面 還是沒有辦法 讓他們好好使用 所以等於他們大量的 取得資訊的來源 還是缺乏這個相關的輔助 我想這個方向應該是對的 好 那不然我最後想再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禮拜三 會逐條審查申選法 如果今天有一位 聽障者 他想要了解 我們當天審查的狀況 因為這個法案 攸關於他的權益 對 如果我們在逐條審查的時候 他想要了解這個攸關他權益 你覺得他們有辦法 可以透過國會頻道 或者是立法院的IVOD系統 來瞭解嗎 我想委員提醒的這個事情 非常重要 在審查申選法 那如果沒有辦法 讓這個聲音障礙者 能夠了解說 我們到底在審什麼 這其實是很滿 最需要知道的就是他們 對 但我們在審查 禮拜三審查的時候 你覺得他們有辦法 一個聽障者 他有辦法可以了解 我們當時審查的過程嗎 你覺得 所以我想 我們就這個issue的話 這個議題的話 我們會跟立法院的秘書單位 再來討論一下 看如何來做 那可以達到這一個目的 讓聲音障礙者能夠處理 部長還有兩天嘛 我們還有兩天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衛福部 因為衛福部是主管 趕快集結來跟立法院討論 怎麼來協助 如果一個聽障者 他可以再取得當天 至少禮拜三禮拜四 我們租條審的時候 取得他必要的資訊 他可以跟得上 大家的審查的內容 這部分請部長來找立法院 盡快我們來處理好不好 好 我們盡快來處理 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 好 謝謝匯委員 謝謝匯委員 謝謝部長 好 我們接下來